其实很多人不看好我们 就觉得好像张杰有什么目的吗 我能有什么目的吗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近日张杰在某节目中 分享了与谢娜的爱情故事 张杰透露当初是和炯族月老 为了人牵的红线 还谈及与谢娜初次见面 是在KTV中 张杰唱了首英文歌 谢娜被打动 向张杰猛扑过去拥抱她 这个举动把张杰吓了一跳 对娜姐第一印象是 这个女生太直接了 由于当时张杰与谢娜的女强男弱 许多人质疑 张杰和谢娜在一起 是攀附她的名气 带有目的性的和她恋爱 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看好两人 时隔13年后 张杰对于当时的争议 也首度做出了回应 张杰说我能有什么目的呢 我的目的就是爱她 视频播出后 谢娜立马发文 她直接引用了老公张杰的话 并附上了一个流泪和爱心的表情 来隔空是爱老公张杰 不得不说 谢娜和张杰的爱情真的是太甜了 对于突然甜蜜撒糖的杰娜夫妇 网友看后忍不住留言评论 张杰谢娜好甜啊 和谢娜结婚十年 育有三个女儿的张杰 她可以说是用时间证明了 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也像我们证明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这样的爱情 如今谁看了不说一句祝福呢